10月15日上午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某舰艇大队 隆重举行南海艇退役移交仪式 在港服役24载的南海艇 正式退出驻香港部队战斗序列 移交安徽省舰首式博物馆 用作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 将军旗 随战一声令下 军旗缓缓降落 海军官兵们向功勋舰艇 进上最后一个军笔 带着官兵们的不舍与留恋 南海艇正式退出驻香港部队战斗序列 1997年7月1日 作为首批进驻香港 旅行防务使命的舰艇 南海艇与其他12艘舰艇 奉命接管昂船舟军营 彻底洗刷100多年来 被英国海军控制香港海防的屈辱历史 进驻以来 该艇始终保持对党绝对忠诚 传承弘扬海上先锋精神 先后参加重大演习演练活动20余次 圆满完成北京奥运会香港赛区安保警戒 联合海空巡逻 海上搜救等大项任务60余次 积极参加义务植树 为老爱幼 无偿献学等香港公益活动 在各类军营开放活动中 接待香港市民参观30余万人次 先后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 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先进党支部 是驻守湘江保卫祖国的钢铁战士 南海艇就像我们官兵的家一样 他今天完成使命光荣退役 告别了守卫多年的香港海域 我们都非常不舍 虽然南海艇退役了 但我们全艇官兵会继续传承发扬 永当先锋敢于胜利的海上先锋精神 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了解到 南海艇退役后 将移交给安徽省介守市博物馆 成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向广大市民开放参观 我们讲充分瓦解 南海艇的军事文化体育 讲好南海艇的故事 特别是保卫 这个香港维护国家 这个主权的 这个军舰的故事 同时呢 我们要继续 鬼话舍计和军舰的呢 称联和护照 让餐馆的市民 和广大的这个青少年 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 我们的人民海军 这个从攻到游 从手到枪 这个奋斗的历程 同时也感悟呢 我们的这个驻港部队 这个官名 收复呢 我们的东方之族 这个使命担当 充分发挥我们南海艇的 这个爱国主义 和国防教育 这个功能